中共的解放軍近來頻頻是以灰色地帶作戰 騷擾我國 因此呢 國防部長邱國正 昨天在立法院打群的時候強調 第一級將不會再僅限於第一槍 第一炮 好 如果中共的戰機飛越我國領空 那麼就是對我方發動所謂的第一級 只不過針對了到底什麼叫做第一級 什麼叫做第一槍呢 現在呢 專家學者提出他們的想法 這是來自於蘇紫雲 他提醒說必須要加以區別 像是第一級通常指的是戰爭層級的國家戰還有決策 也就是針對敵方主動發起攻擊 相對應的就是第二級反擊 好 至於在第一槍的部分呢 其實比較接近戰術層級的先制射擊 也就是執行任務遭逢危險時 行使自衛權以確保人身還有裝備的安全 屬於接戰的規則 當然呢 這兩者的位階進一步應該要釐清 也會更有利於兼顧國家安全 官兵安全還有部隊的信心 只不過說到台海之間的情勢進來真的是有點緊張 國防部呢正在評估是否要把軍事訓練役的一期延長 邱國正昨天同時在立法院備詢的時候也首度明確表示 四個月的一期其實是不夠的 相關研究已經有眉目了 年底之前就會公告 好 公告期滿一年之後就會啟動 換言之呢最快在2023年年底就要實施了 接下來看到是旺報的頭版頭消息了 大陸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日前引述身邊的內地朋友表示 中共二十大會議結束之後 香港跟大陸之間的通關政策有機會能夠放寬 全國僑聯副主席盧文端他也說 有關說法並不是空穴來風 北極希望香港在構建國家更大範圍更寬領域 更深層次對望開放的新格局當中 發揮一個重要的功能 因此呢 預計大陸會在二十大之後採取有力的措施 對外來推介香港的形象 增加香港跟各地交流合作的支持 百皇XO干貝醬 這款干貝醬呢 裡面真材實料 比方說他有這個嚴選的大干貝 那麼另外呢 在這個裡面 你還可以吃得到這一顆一顆的這個鮑魚 非常非常的新鮮 而且肥美 歡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CTI798的代碼 來上網代購